接着来看到市民代表邮政林是持续关心友善行人空间 他也提出了几项改善方案给施工所做参考 另外邮政林也指出美食观光是吸引人潮的重要方式 他也建议施工所要汇整花莲市的人气美食资讯 让游客走进商圈促进消费买气 市民代表邮政林持续关心友善行人空间 他也提出了几项改善的方案给施工所做参考 一样是持续来针对人行设施的议题来做探讨 来呼应行人地狱的议题 郑林自己本身在8月20号也参加环路一鸣大游行 其中的五大诉求的两点就是针对人行设施的改善 我想这是花莲市工所可以做到的 另外由郑林指出 美食观光是吸引人潮的重要方式 他建议施工所要汇整花莲市的人气美食资讯 让游客走进商圈促进消费买气 郑林自己本身有在经营美食的短影音 主要是要来促进花莲市美食观光的效益 那也希望说文观所能够在不论是文观所的网站或者是花莲市的旅游地图上面 针对美食的部分能够筛选一些特色的名店 让我们的观光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因此来到商圈能够顺便的活化这个附近的商圈的经济发展 对于代表的质询 其实施工所建设客和文观所都做了详细说明 也表示会朝向代表建议的方向来做规划与推动 建议会换室报导